Excel当中求和公式的哪些呢 首先第一种是可以通过两个单元格相加来求和 那在第二列输入等于 B2加C2 敲一下回车 那这是第一种求和的方式 那第二种呢 就是将光标点击在第二空白的单元格中 然后直接点击自动求和 敲一下回车 那所有的这个空白格可以使用下拉的方式 那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函数的方式 函数SUM公式SUM加一个括号 然后直接框选所有求和的列 反括号直接敲一下回车 那这里面和就出来了